最佳导演 張詠欣 學醒年代 我將用武素與平時 這樣的一種態度 講出中國人的大愛與大美 謝謝大家 什麼是符號呢 比如當我們看到離子 蹦出來的就是漢語拼音 勒一離 子一子離子 或者是文字離子 它是關於語言交流的符號系統 幫助我們理解周圍的世界 那麼視聽語言中的符號化的表達 就是視覺符號與隱喻的相互貫穿 我以為視覺符號 就像魔幻現實主義的概念似的 我們可以去揣測它的語境 它的視覺元素 它的方方面面 這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 到底指的是什麼 比方說覺醒年代 這樣的一個時代 雖不能致 心想亡之 我們也特別想用我們的 藝術實現的形式 能夠讓今天的觀眾看一看 這一百年以來 我們原點到底從哪裡來 決戰時刻到了 雖千萬人 亡也 以無人之青春 柔化地球之白手 雖老 猶貝老也 符號化的表達 也是我們貫穿史中的一個 影像上的一個種子吧 比方說 車轍這個概念 我們都知道 當秦始皇在兩千多年以前 統一文字的時候 這個車童軌那個車轍 基本上就框定下來了 包括山西的好多那個老城門 我們也能看到 還是有那個車壓得很深的那個縫 這個縫一直存在於我們中華大地上 我們都知道 當歷史的車輪走到了二十世紀初夜的時候 西方是什麼 西方已經是工業化的一個文明時代了 而我們這個老大帝國 難道還要在這個車轍上 用我們那個木輪子在那滾動嗎 只有找到一條新路 中國才不會把 所以這裡邊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韻味加深一下 形成一個概念 中國要強大 我們不僅要推掉那所房子 我們要挖掉其腐朽的根源 來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 在我們劇中 螞蟻可以把它理解為 它是象徵著我們勞苦大眾 我們的力量是弱小的 可是當我們巨沙成塔的時候 當我們集野成球的時候 螞蟻的力量是巨大的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為 是這個民族的努力的前行的狀態 雲雲眾生和一個蝼蟻之間 它是一個大的對比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 它可能具有理喻上的多元性 鴿子在我們劇中是一個很關鍵的道具 紫美怕爸爸孤獨 就把這個鴿子帶到了監獄裡 合情合景 同病相連 大的牢笼關著陳獨秀 小的牢笼關著鴿子 我雖然身陷淋雨 心卻更加自由放飛 所以放飛這是鴿子 它也象徵著陳獨秀的精神的一次昇華 後來陳獨秀南下上海的時候 我們又讓這一隻鴿子又回來了 所以它是一個美好的聖節的 富含了和平的隱喻象征 你又回來了 我以為影視劇的魅力就在於這裡 它經常出現的鏡頭的羽繪 它是一加一大於二的 我特別渴望的是 觀眾在解讀這個元素的時候 可以跟著自己的感性 去做一個多元的解讀 把最有力量的感覺呈現出來 聲若震天 好嗎 好